那既然敢用白色的 那我們就咖啡給他 吸滿咖啡汁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智慧掃脫機器人的發展 可說是日新月異 阿達也開箱過非常多台 那這兩年 幾乎所有的研發趨勢都朝向 不過呢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這一台 雲晶最新推出的 驚奇四超任智慧掃脫機器人 卻是標榜用常溫水來洗脫布 這就讓我非常好奇 熱水洗脫布跟常溫水洗脫布 究竟哪一個清潔效果比較好呢 事實上 全世界第一台自清潔的掃脫機器人 就是由雲晶所研發的 他們所標榜的理念 就是 希望可以專注研發真正實用的功能 那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雲晶的一個主機 大家可以看到 它相當的小巧 然後打開上面 這一樣有一個熏油箱 污水箱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小秘密 等一下會為大家揭曉 它的托盤 採用了可拆卸式的設計 方便使用者去進行清潔 那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雲晶 智慧掃脫機器人的一個本體 這一罐呢 是它專用的清潔劑 這邊呢 這是它的一個 機繩盒跟機繩帶 它採用可壓縮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後面會講的更清楚一點 另外還有它的電源線 它的兩個側刷 另外還有這個 單旋貝的錐型氣旋導流滾刷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這個 三角形的白色托布 功能是做什麼用的呢 等一下有個仔細的說明板 那所有的配件呢 就在這邊 那這台啊 全新的智慧掃脫機器人 它採用精緻的一個鋼琴烤漆 質感非常不錯 機座高度也降低不少 整體來說十分輕巧 有別於市面上許多大起機的區間機 相對來講是比較不佔空間的 很適合小家庭使用 那首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的超強吸力 它的吸力高達8200% 顆粒清除率大於99% 這在目前市面上的 掃脫機器人來說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擁有8200%的超強吸力 究竟它的吸塵效果表現如何 這次我們使用咖啡粉來測試 大家可以看到 實測效果非常不錯 細小的咖啡粉可以掃得很乾淨 家中的毛海經常把飼料 弄得到處都是 吸力不夠的掃脫機器人 可能會掃不乾淨吸不起來 還可能會把飼料亂撥 那我們來看看 驚奇四超人對大顆粒的吸塵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對大顆粒的吸塵效果也相當優秀 乾淨俐落 這個8200% 颶風級的一個超強吸力 果然非常的強勁 不讓可以確實的 把地板上的粉塵 跟大量張物清掃乾淨 在地毯上 更是可以達到深層清潔 確保地毯不會長功納夠 那目前的智慧掃脫機器人 大概分為 毛刷滾刷 還有橡膠滾刷 混合滾刷幾種 那一般的掃脫機器人 讓人最頭疼的就是說 如果是採用毛刷滾刷的話 上面就會纏繞灰塵毛髮跟纖維 一段時間就用剪刀 才能把毛髮割除 來清潔乾淨 而橡膠滾刷的好處 只是比較不容易纏繞毛髮 但清潔的效果就會比較差 而雲金獨創 單旋背氣旋導流 零纏繞滾刷 則是混合性的滾刷 它結合橡膠跟毛刷兩者的優點 可以在不同的地板 都達到更好的清潔效果 因為它獨創了 單背錐型氣旋導流設計 只有寬的一端 用單軸來固定 而另外一端 就用懸浮的方式 來靠近吸風口 這樣毛髮跟垃圾 就會沿著 50度的傾角 被8200P的一個超大吸力 吸到集成盒或集成袋裡面 不會纏繞在滾刷上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長髮跟長纖維的一個清潔效果 現在直接來看看 它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是我們女儂縣絲 不過我是覺得 這樣子已經非常厲害了 那目前的這位掃揍機器人 都將集成盒 後集成袋設計在機座上 那這次的雲金 驚奇四超能掃揍機器人 則是讓集成袋 內砍在掃揍機器人的主機裡面 一般的掃揍機器人 在吸塵完畢之後 會回到基站 透過一個吸塵管道 將主機裡面的灰塵跟垃圾 再傳送到機座的集成袋內 這樣的系統運作方式 第一就是因為有噪音的問題 因為機力要很大 所以機座它運作的聲音也很大 那第二就是汙染問題 長期下來 吸塵管道會藏汙納垢 但是它的集成孔 卻是跟外部相連 所以內部會藏滿 塵蟎、火灰塵等 可能會逐漸擴散到室外空間 造成二次的汙染 那驚奇四超能 將集成袋砍入到主機裡面去 機站本身沒有設置任何集成袋 這樣的優點就是說 機站它的體系可以變小以外 同時還可以避免噪音 跟二次汙染的問題 那主機裡面 它有一個一公升的超高效的一個容積量 而且具備垃圾毛髮壓縮 一怕過濾的功能 可以將吸入的灰塵 完全鎖在集成袋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垃圾毛髮壓縮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地上這麼多的一些毛髮跟垃圾 清潔過後 我們將集成袋壓下來 經過壓縮之後 垃圾體積只有小小一區 雖然說這個集成袋 只有1公升而已 卻可以達到50天才更換一次的效果 容納效能相當高 另外這個可以重複使用的一個集成盒 容量則是850毫升 安裝跟拆卸也非常容易 那接下來 阿達會為大家介紹 一項非常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專利的三角形雙脫步 那市面上所有掃揍機械 都是圓形脫步 而且一般還不會選擇純白色 那雲晶的脫步 卻設計為純白的三角形 這三角形脫步在旋轉的時候 兩個脫步之間 還會有一個10厘米的一個重合交叉 完全沒有縫隙 這項設計的好處 就是在拖地的時候 不會像圓形脫步一樣 兩個脫步間會留下一個縫隙跟水痕 它的脫步採用四層結構的滾步設計 可以達到99.99%的預減率 雲晶四超人智慧掃插機器人 跟搭載了雲晶 FLUX Ultra智能辨識地面材質的一個功能 它會自動辨識地板材質 進行壓力調解 加壓的壓力可以從7N到12N 比如說它偵測到木質材質的地板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調整成7N 避免傷害到木質地板 而它偵測到是磁磚地板的時候 它就會加大壓力到 之後徹底完成清潔任務 如果我們加了地板某個區塊 特別的髒的話 它也具備 智慧的一個髒汙辨識的功能 第一次拖不乾淨的話 它就會自動抬升拖步 回到基站進行自動清洗 再回到原地再拖一次 這樣智慧反覆的一個拖地功能 可以確保清潔功能 能夠確實的一個執行 它的拖步還可以抬升到12N 所以當我們採用單純乾吸模式 進行清掃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 拖步會沾濕地板或地毯 清掃完畢要回到基站的時候 拖步也會處於抬升的狀態 不會再返回基站的中途 污染到地面 針對拖步 我還要特別提到一點 相信熟悉掃地機器人的朋友都會注意到 現在有些智慧掃地機器人 拖步都是採用一些可聲縮式的機械手臂 讓拖步可以更貼近牆壁的邊緣 但是雲晶的驚奇式超能智慧掃地機器人 它的拖步並沒有採用機械手臂 而是使用甩尾沿邊附拖的技術 偵測邊系的一個髒污的區域 然後用力損通它的小尾巴 近距離的貼邊 覆蓋率可以提升40% 每次重複甩尾都是對牆邊來施加壓力 就好像我們拿著拖把 用力的清潔牆角一樣 這次令阿達感到最好奇的就是 當大部分的自清洗智慧掃脫機器人 都使用熱水自動清洗拖步的時候 驚奇式超能 採取可以自動加入清潔器的常溫水 來進行清洗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清潔液的蘋果是特製的 所以你沒辦法去換他牌的清潔液 來做自動添加的動作 好 接下來我們來測一個 最嚴苛的測試 這純白色的脫步對不對 它既然趕快白色的 那我們就咖啡給它 吸滿咖啡汁 大家看 洗第一次 這樣子 幾乎都已經是乾淨了 只是要邊邊角角而已 我們可以再洗第二次試試看 要看一下 有沒有 超乾淨的 那清洗完脫步之後 它會以40度的恆溫 進行雙風道加熱烘乾 烘乾率 號稱有百分之百 不會表面看起來好像乾淨了 但是內部還是潮濕的問題 完全露絕 雷菌之身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談 驚奇四超人 智慧掃脫機器人的 LPS4.0感知系統 它具備全向雷達 向前向邊的一個結構方感測 大家可以看到 不只是大型物件 既然是很低矮的一個小物件 它也可以十分流暢的閃躲 另外 它的岩邊感測 也相當的精準 當它感知到牆邊牆角的時候 它就會採用貼邊清掃 這也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它的岩邊清潔能力 非常優異的原因 那驚奇四超人的越戰能力 可以達到20厘米 越過低矮門檻 完全沒有阻礙 同時它也具備 非常好的黑夜感知能力 就算在沒有開燈的狀態下 一樣可以很靈活的 流暢執行清潔工作 這邊也要特別為大家提到 獨家的精靈托管2.0 還具備懸崖偵測防跌落 還有智慧禁區提醒 智慧脫困的能力 不用擔心 機器人會衰落或卡住動彈不得 現在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 雲晶這台掃地機器人的APP部分 它APP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只要配對完之後 然後它第一次在執行的時候 它會說要求先 偵測一下我們的室內環境 然後它會大概畫一個格區圖 然後格區圖畫完之後 就可以指定範圍 讓它去做清掃 譬如說就畫一個區 它就跑去那邊去清掃 那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點任務這邊 來做開程 譬如說你可以每天 或是每週 或是隔天 還是每天有幾個時段 來進去清掃 都沒有問題 那另外 在設定這邊 我們也可以點進來 它除了我們設備跟序號這邊之外 也可以去看 它的機站目前的狀態是怎麼樣 然後有沒有啟動一些功能 像它裡面還有一個耗材 現在是裝集成袋 那集成袋它現在用量已經多少了 然後它的測股 說到健康程度 每個設備的健康程度 都會櫻除了寫在上面 使用起來也是非常的直覺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到如果清掃 在規劃圖完畢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進來這邊 它就可以去設定 你要掃拖同時 或者說你要先掃 然後再拖 還是單純掃地 還是單純的拖地 如果現在想要直接打掃的話 那我們可以直接 按這個Play 它就會直接開始叫它出來打掃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裡 看說要先設定地圖的編輯 譬如說設定家具在哪邊 然後地圖在哪邊 在這邊點一下 我們就可以進行編輯的動作 那我們也可以單純的 我們直接給它 合併起來 這樣子這整個都是我們的客廳 因為我打算讓它去做客廳的清掃 另外我們也可以直接設定一個區域 讓它做清潔 譬如說這裡 有房間我們也可以分區 然後我假設我要這裡 叫它來清掃 這個區域 然後我設定完之後 假設我要打算掃拖同時 那我就設定這個 然後就按Play 它一開始它也是會做一個 脫部的清潔 然後清潔完之後 就會出來 整體來說它使用是相當簡單與直覺 總結一下 雲晶的驚奇四超人 智慧掃拖機器人 可以說是一款 突破性創新的一個產品 尤其是它非常有自信的一個 三角形純白雙脫部的革新設計 搭配結構光 岩邊智能感測的 甩尾岩邊復托 讓它不只能夠更加貼邊來清潔 而且脫部也會對邊緣加壓復托 來達到邊緣清潔的更高成效 而在智慧重複清洗脫部的部分 能透過檢測系脫部 所產生的無水混濁程度 來判斷脫部是否吸乾淨 讓清潔效果更加的徹底 而它獨家零纏繞的 單旋被錐形氣群導流滾刷 更是解決了掃揉機器人 最讓人頭疼的困擾 讓使用者不再看到 纏繞滿滿毛髮的滾刷 而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自動壓縮的 一個浮標內嵌式的基層帶 不只讓基座更加的小巧 它也杜絕了基座內的基層管道 造成了環境二出污染的潛在危機 每次介紹這種掃揉機器人的時候 阿達都會得到各種不同的驚喜 我相信在AI智慧不斷的演進過程中 未來的智慧掃揉機器人 它的自主感之能力 一定會更加的強大 我們的生活品質 就會得到更大的提升 我是電腦好阿達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介紹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以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意見跟想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因此 我們下次見 itar